大家好,我是齊豪,今天要做的事情是2024年的選舉開放是這樣的 那今天就是有拍2024年的統統選舉 立委選舉公文去立委名單及其他台灣政策 背負粉專貼我們的內容,就是我們本推入的選舉是這樣 但今天會有戰分當中,就是大家可以比較迷路 我們是2019年,從30年以來有一個專案叫民主黨 那時候是可以設計的,我們先幫他一起來做這個 背負的新聞啊等等,就是台灣政策環境的資料 然後弄了一個派遣的專案,那時候我們的所有人就是 研究要資料的資料是派遣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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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派遣 那因為資料可以進去的派遣設計 那這個資料可以幹嘛呢,就是其中一些資料可以分析 在台灣政策環境裡面有哪些問題的資料在上過 比如說,到大陸之前的派遣的派遣的派遣 就是一直在國一陣的派遣的派遣 然後因為最後要派遣的資料就可以分析說 派遣這個派遣的派遣的派遣的資料或是哪來的 然後就發現我們知道派遣的派遣的派遣是派遣的派遣 和派遣的派遣的派遣 然後還有其他派遣的派遣的派遣 那後來呢,我記住在製品之外 裡面另外一個致電 這個派遣的派遣的派遣 然後目前有一個蠻長大的 派遣的派遣的資料 裡面的我們資料大致力想想的派遣 我們有備份的 然後它是備份中我們那邊的派遣 然後我們交流的 那就可以找到一些問題的資料或什麼 那今天想要派遣一部分資料 還有就是可以拿去 今年的動作參選人 立委參選人 黃沃遣的經濟文名單和其他 然後這邊有一個網址 大家可以直接去看 那這個 好,這今天就是比較好找的 欸,比較好 就是你想要來玩 比較冷 欸,有一個那個 這裡有一個列表 就這個列表 就是一個文件 然後文件裡面呢 有一個這個輸入生活列 然後輸入的是那個 然後這個就是今天的表情裡面有的過 然後它的其他的成分 他要去台區 然後呢 他的這個 我在最教前面 他可以有去 然後就在這裡 用出來去其他類的 就是 因為是開源就可以拿去先往 那記得要就是 遵守開源的授權條款 對啊 那如果你覺得有哪一些人物啊 或是 哪些人物或是這個 哪 沒有看到這個資料情 的話 這裡還有一個習慣 然後習慣之分小願 就是你在這個 不夠空門裡面打出 欸,你覺得 也有哪一個人 或哪個機關 然後在這個資料前面 他的分類是什麼 他的Facebook的網址是什麼 不知道 然後呢 然後呢 每個朋友就會收到你的資料 然後就盡量把這個資料成分 好 這樣就是 今天的提案 二十二十年 真正高 然後如果有興趣的話 我等一下都在前面這一波 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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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